看一下第402题 不定数回圈 所以前面的部分的话都是回圈 而且是一个范围 那这一题的话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量 OK是不定数 也就是说他不确定说 他到什么范围什么地方停止下来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假设你用for回圈来做的话 相对起来 没有file回圈来的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他这边最不定数回圈 第一个用file回圈 第二的话呢最小值 也就是要抓最小值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按照他题目要的 题目的部分他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明是说开这个档 将来会有这个档402部分 然后他说要撰写一个程式 让使用者输入数字 OK 那输入的动作呢 是直到输入9999 就四个9就算结束 然后呢找出最小值 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输入一堆数字 然后把这里面最小的值挑出来 所以可能会有n个数字 n的话呢不确定是多少个 OK 可能10个可能20个 可能9个可能8个都可能 那有个关键 就是当他输入的值是999 四个9 OK 然后把里面最小的挑出来 比如说底下他有个范例 比如这个范例是输入12345678个 OK 其实应该是输入7个啦 OK 那最后一个其实判断说 如果是9999的话就离开 然后最后把那个最小的挑出来 那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呢当然 当然了解这个题目之后的话 首先第一步我们一样呢 还是先让这个 这个这个一定会有一个input 那只是说input应该放哪里比较OK 那其实各位前面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有写过蛮多像猜数字游戏 猜数游戏本来是没有限制次数 或者是说猜那个月份的游戏 Mind CI 或者是猜群游戏 那我们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要让他不确定这个范围的话 不定数的话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我们开一个空白的一个文件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不定 不定的话呢 我一般习惯 当然每个人写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习惯写一个fileemail号 空一个email号 那意思就是说反正不定嘛 你就一直让一直跑 那一直跑之后的话要做什么 那前面我讲过 画一帽号之后的话让他输入 输入完之后再来判断 所以我的习惯是先画一帽号 然后让他输入 那输入的话呢也许我们给一个a好了 叫a等input 那input的时候呢一样 那要让他把那个文字转换为数字 所以int ok或evo也可以啦 好让他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我要把最小的那个留下来 最小的 所以理论上最小的 假设啦 我们最小的那个上面再增加一个变数 叫mini好了 mini等于0 好 如果我说预设值mini是等于0 那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呢 他输入那个词 假设呢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他假设输入的是99 99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要跳出来 所以也许一般习惯是 先判断 他输入的是不是等于999 所以哦 你就在逻辑后面 加上a等于 如果a假设等于等于9999的话 那我就直接让程式离开 离开还记得吧 break OK 就让他跳离 那反之的话呢 反之的话 还有其他可能性 所以其他的话if 另外的话呢 我要判断最小的 所以假设 我们这边有增加一个变数 像mini mini的话等于 预测等于 那如果说呢 假设 a输入的结果 比什么呢 比mini还小的话 那就把什么呢 把a留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判断呢 如果mini 里面的词呢 比a来的大的话 OK 意思是他输入了 比0还小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a留下来 那a怎么留下来呢 就是把mini里面的值怎么样 换成a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我把a里面 如果假设我输入的都比0大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执行这个动作 可是我今天如果输入一个负值的话 负 比如说 这个题目里面好像有输入那个负的 比如说负28 那理论上 他就会执行这个逻辑 把负28 放到这个mini里面 OK 然后本来他是0的 那就变成负28 OK 当然如果是正的话呢 理论上他就会跳过 特别之后 这个是第二个逻辑 所以l 1l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像就没有了 所以理论上呢 如果他是 9999的话 就break 那另外还有 mini的如果值大于那个a的话 那就把这个a里面的值 放到mini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让他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print 把什么呢 把mini这里面的变数值 把它print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 应该就可以得到 题目要的这个结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所以呢 这边 题目他要我们输入什么 输入这些 29 100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今天输入29 输入完之后呢 他一定会先判断 是不是9999 不是 不是的话就跳第二个 有没有比0还大 没有 没有就跳过 所以他不会执行这个叙述了 所以enter 就跳过 所以目前mini里面的值还是0 OK 那再来的话就梳力摆 有没有比0还大 有 所以就这个地方的话 mini里面的值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逻辑就不为2 不为2的话就跳过 所以 再来就948也是跳过 377跳过 然后再来就-28 所以-28呢 有没有比mini还小 有 所以呢 mini里面的值就被改成-28了 所以你enter的话呢 目前mini里面的值应该就是-28 那再来的话就是0 0的话也没有比-28 没有 所以就跳过 然后再来就-388 有没有比-28还小 有 所以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把-388的值 放在mini里面 OK 那再来就是9999 因为我输入这个 然后他执行这个 有没有相等 有 有就break break的话就跳离 那跳离之后的话呢 就来到print 把这个mini里面的值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如果print的结果是-388的话 那这个地方表示应该就正确了 执行 OK 所以得到的话-388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要用for回圈来写 基本上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for回圈 我不确定说呢 到底他要输入几个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 几乎没有办法用for回圈 当然你如果硬要用 也还是可以 比如说for回圈 你也要把它设一个范围很大很大的值 但我觉得这基本上没有意义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一般我习惯是 先画我一范围 当然你想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画一范围 我可以先做逻辑判断 把逻辑放在这里 但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每个人的撰写习惯不太一样 我自己觉得 假如说呢 画一范围之后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逻辑判断之前做input 感觉的话这样会比较 这个叙述的话 也会比较有个层次啦 OK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OK 没关系你可以改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然后把画面停止共用 试一下 好